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聚焦 特斯拉,马斯克,马斯克惨了 今天过完2023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特斯拉下跌14% 那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有人说下跌65%到70% 那特斯拉呢,今天的14%的股价 相当于再次丢到500亿美元 它曾经是超过一万亿 但是在汽车的行业当中 是不是电动 他就说汽车的行业当中 他依然是这个属于老大 但是呢,他下跌的数字太 崩溃的数字太大了 那原因呢 其实给我感觉没有什么太明确的原因 他说这是开盘的第一天 第一盘 发货量 他其实货物发货量 创纪录 他发出了40多万辆货 今年 但是呢,但是呢,公司错过了交货预期 他这个借口 他预计他是发货应该是43万多辆 那他少的一个很大原因呢 可能跟上海厂停产有关系 就是跟中国的这种经济状况动荡有关系 那摩根大通降级了特斯拉 理由是人们越来越担心需求疲软 担心需求疲软 原因就是美国认为 绝大多数三分之二的美国的企业家 三分之二的美国的金融家 包括这个华人币 都认为美国将进入大衰退 美国将进入大衰退 这里跟大家介绍就是 加拿大昨天刚刚宣布 禁止外国人在加拿大 联邦政府 禁止外国人在加拿大 购买加拿大的这个房地产 固定资产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购买的人会怎么样 但是呢 美国的加拿大做法 会这个做法是故意 要把整个加拿大 以多伦多 以多伦多跟温哥华为代表的 这个交易市场 就是房屋市场 故意把它击垮 距离多伦多的一个中等城市 叫哈密尔敦 一个小城市叫米尔滩 那小城市叫米尔滩 其实都属于多伦多里面了 距离多伦多市中心 大概30公里吧 他房价已经下跌了 从他高峰下跌了30% 哈密尔顿据说下跌更多 很多中国人坐那儿 很多中国人住那儿 然后开车到城里上班 这就基本 这个他要下跌 就是从高峰往下跌下30%的话 从下往上涨 如果他的涨 你反过来按涨幅的话 跌去了37.5%左右 大概是这个数 因为从上往下跌的那个百分比怎么说啊 就是他的基数是大数往下走 从下往上涨是基数是小数往上往大走 所以在百分比算法上 就是在你绝对值的算法上 会出现一个差距 我希望我表达清楚 那加拿大做法是这样 澳大利亚的房屋交易量 就是房屋价格的衰跌量 创纪录 创纪录 促成了会击垮一大批 手里倒房子的人 手里有房子 手里倒房子 人说有Airbnb 加拿大多伦多市 多伦多市的 还是安纳略省市 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管理政策 你想做Airbnb 就那种旅游的 它有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政策 就你比如说 你这个房子要做Airbnb 都是两天五天一个星期 对不对 它给你规定就是 你在你的这个房产里面 你不单 你要有你的户主居住的本身 你是跟Share分享房子 同时你要有客户长期居住 连续居住超过180天半年 那你那个租金 那个租金跟那个开 Airbnb那是两回事 Airbnb是酒店 那个租金是旅馆 是这个长期租户 那很多买了几套房子的人 干这个行就垮了 就会被政府垮掉 所以加拿大的行为 就是要击垮所有的 击垮 整个击破它的房屋市场 故意让那些人倒霉 故意让那些人赔钱 所以人们生活在现实利益中 在我眼睛里是非常可怜的 而且根本就没有能力 就是活该 我说句心里话 活该 就没跟你说 买了八个房子 自己住的一个house 还跟别人事 那房都不隔音 夫妻干点什么 小孩干点什么 什么都知道 那是生活吗 我问你一讲 我就说句难听话 你有点做人的尊严吗 你有点自我尊严的意识没有吗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 谁都知道谁干什么 对啊 那你能在马路上随便干吗 你尿尿都得有人抽你 这人有病啊 喝多了 那不就是尊严吗 谁都知道要尿尿 谁都得需要尿尿 不尿就憋死了 对不对 那叫覆水 所以人家 你如果到这份上的话 男女通杀都到这份上 不问年龄的话 那你说能不遭难吗 这种说这故事 就这么展现了 所以特斯拉这里它说的 担心疲软 是整个经济疲软 整个精品 有朋友 我们那天讲过 从中国大陆的交货量 有朋友说 涛哥其实不是 在整个亚洲的沿海 很多货柜是空的 是因为根本就这边 欧美地区没人订货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特斯拉一辆车 现在卖疯了 都跟那个 都跟那个兰卓 跟路虎的价钱 比那路虎价钱还高 我们不知道 那里面当然包括 通货膨胀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整体的作用 从整体的理由作用 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很多朋友 看我节目朋友 对马斯克抱有好感 但是在我个人眼睛里 我个人的看法 这是个人的看法 一个 他的生产基地在上海 这是他倒霉的基础 那上海是共产党老巢 他对共产党态度 跟他的整个 他的所有财富的基础 在特斯拉身上 那特斯拉停产了 一个星期可能 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复产 停产了一个星期 对他的影响巨大 这是真的 那他自己呢 一直对在今天 他在中国的生 中共国的生产的一切 他态度很暧昧 那当他态度暧昧的时候 在今天的华尔街大佬 在今天的金融环境当中 都在打击他 那是打击 那是左派的 在今天的美国政府当中 左派势力的一切 都在打击他 因为他在跟整个 美国的左派社会 在斗争 那股票是在交易所进行 所以交易所的一切 左派的势力 同样在真正靠 以这样的方式 在打击他的一切 我们举个典型例子 他自己就讲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用了五个亿 用了五亿美元 去炒期货 炒期货 炒这个做空特斯拉股票 那五个亿 如果五个亿的话 按照说他只有5%的话 市场上等于是100亿美元 这都是原来的说法了 现在可能更玄妙 就是用了100亿美元 去炒空你特斯拉股票 你特斯拉股票 现在只值三千多亿了 一个人挑动市场 100亿做空你 挣多少钱 就是你知道 比尔盖茨在他身上 挣多少钱 所以有多少个比尔盖茨 马斯克又挑战了索罗斯 昨天 昨天是前天 所以这就是他在挑战 整个西方的 深层政府的所有左派大佬 在他挑战的过程中 对方反击他 他就是 你说是孤长难鸣 是孤立无援 但就表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作用 他一方面要依靠上海 另外一方面 在对整个左派势力 采取了这种攻击 左派势力凝聚了所有力量 在对付他 川普没有什么太多声音了 因为川普没有 没有足以跟他们 去能够动他们筋骨的东西 那马斯克拿着推特档案 确实在摧毁着今天 西方左派势力的一切 大概在明后天 他将公布与夫妻相关的所有资料 所以这是 这是在人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 朋友们说我们支持他 大家支持他 但是我觉得从生命道理上 我更认为希望朋友们能够自我的升华 你自我境界的升华 跟那种完善 不就是对正的势力的氛围 氛围和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正的东西 那是一种那是一种厂 那是一种能量 所以要理解更大方一些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